少一点臭脸 多一些微笑 少一点刻薄 多一些关爱 你好 方黎 你干嘛 聊聊天而已 不用那么紧张吧 聊什么 你还我 你还我 这是你写的吧 字是得练练 你看 小学生才会犯的语法错误 修改一下会更好 你刚刚那个电子页面的背景板 把背景板换成成色的 更紧接 谢谢你啊 我还有事 再见 用不着这么躲着我吧 你没觉得 我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吗 你是说 更恐怖吗 什么更恐怖 是更有亲和力 我偶尔也想尝试 幻化风格 可是你和亲和力这几个字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这家伙突然这么反常 是因为那个女孩吗 因为太冰冷 怕人家受不了 所以就想变得亲和力一点 想听实话吗 刚刚你走过来的时候 面带假笑 说话当中透露着一股优越感 一点都不亲和 不过你放心 我可以帮你 你帮我 明明你之前也帮过我嘛 而且我还有一个小忙需要你 那好 我的电子杂志遇到很多技术难题 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吗 我就知道 你不会做这种免费的膳食 培养亲和力第一步 练习微笑 不行 你全都是皮笑肉不笑 想想最让你开心的人 培养亲和力第二步 培养亲和力第二步 学会赞美 那就我来当你第一个实验者 快来赞美我吧 赞美我有那么难吗 你的衣服很适合你 非常的绿 还有呢 你的头发非常乱 你的模样很真实 我知道了 你不仅缺乏亲和力 还缺乏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你怎么能让我撒谎吧 那你喜欢的人你总能夸两句吧 一定要说吗 你还想不想练习了 他很乐观 乐观 还有呢 不负书 很好 继续 他 像个鸡蛋 鸡蛋 看似很坚强 实际很脆弱 一磕就泼 磕破以后 晶晶体统 内心柔软 我现在看起来有亲和力了吗 还行吗 没想到 这家伙还一套一套的 看来他真的挺喜欢那个女孩 好了 好吗 太好了 幸亏有你 走 我请你吃大餐去 走啊 这就是你说的大餐啊 没办法 本来是想亲你吃食堂的大鸡腿的 可惜错过了饭点嘛 你尝尝看 这款泡片很好吃的 我尝尝看 来 我喝点点尝吧 快 好 好 愣着干嘛 继续吃吧